今天呢,各位我們剛剛都是用範本的方式去起家的,對不對 可是啊,其實你可以看一下,我在這邊再新增一個 可是我現在已經開第三個了,有沒有 他有沒有出現這個警告 他說你開了兩個喔 如果在第三個可能效能會變比較差一點 所以就看你自己,如果你確定你的電腦可以跑得動,那OK 好,這樣打開 我把第一個先關掉 第一個會出失敗的,有沒有 好,打開關掉一下 現在呢,你現在又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那麼我們來看這邊,這裡 你看,這裡有完全從空白檔案開始 但是大家平常都不太習慣這樣 所以你可以從第二個 他除了open以外,也有import,你看一下 有沒有從PPP調進來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有一個簡報 那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做播放跟呈現 這是一個方式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叫做文字雲 文字雲,文字雲就有點類似我們的新制圖 新制圖,也就是你把你的關鍵字先想好 先想好,比如說 像各位,既然你念這一所學校 這個你就繼續下去就好 顏色先不用改沒關係 好,進來 等一下 回來 建立文字雲 在這裡,抱歉 我剛剛忘記了 在這邊 你就先一行一個關鍵字 好,一行一個關鍵字 所以呢,比如說 我們在這裡 你念這裡 我相信應該常常被問什麼問題吧 哪裡有好吃的啊 你沒有發現 你常常回答這種問題嗎 那各位,換我問你啦 哪裡有好吃的啊 請問 要給幾個 有哪幾家代表的 每次都會報導到這個啊 對不對 還有沒有 對對對 等一下喔 好 還有呢 章魚燒 章魚燒 也蠻多家的 欸,這樣會不會開始肚子餓啊 還有哪一家你常去的 一瓶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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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好像 很多地方都有對不對 好啦 假設這樣子 那我們就建立了 按一下建立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答了幾個關鍵字 這裡面有五個頁面 對不對 有五個路徑 那為什麼看不到知道嗎 因為它預設不是中文啊 不是中文字型 欸 所以說 麻煩你 滾回來滾回來 但是沒關係 你有沒有看到它有數字 就表示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就是左手邊這個路徑的順序 好路徑的順序 所以我可以框選起來 欸對了 這裡有一個地方跟大家說明一下 平常我們框選都是按滑鼠左鍵去框選對不對 可是因為在FocusGuy裡面啊 它的左鍵已經被用走了 什麼叫被用走 左鍵你看 一按住不動 是變成拖一的功能 就是那個平移的功能 對 平移我的什麼 是我的簡報 所以說你如果在FocusGuy裡面 你要框選按滑鼠的右鍵 按滑鼠右鍵去框選 你看我按住右鍵 有沒有變成框選的功能 好 這樣有沒有選起來了 所以我選起來之後呢 你再去看一下你的這個文字 來 欸這樣沒有找到 來 等一下 這裡 好 1 這個裡面有一個文字 好 字體 馬上改變一下 正黑 有沒有看到了 一個 我進到第二個 點到這個文字 你如果這樣點不到 你輕易把滑鼠滾輪往後退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點到 好 它就是 預設的字體 沒有 不是那個中文 所以你會有這個情形 好 然後再滾輪 點到它 你這樣有改一次嗎 有啊 這裡 我沒有改顏色 它預設進來 顏色就會不一樣 好 所以你進去之後 滾輪往後退一點 再點到滑鼠左鍵 去點那個字 你就可以把你的中文 把它設定一下 我是不是說要一個一個改 對對對 突然講到這個要一個一個改 因為 最主要是它預設的字體 預設字體 所以這樣的話 你看我把它往後退 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 我們剛剛打的內容 有沒有都在裡面 那你就以這個為基準 是不是就可以去做 那有沒有人規定說 一定要這個距離 沒有 你不要忘記了 你要移到哪邊 有沒有關係 它是跟著誰走 跟著路徑走啊 所以我現在移到旁邊 我兩個快進了 你可不可以再插一些圖片進去 可以 可是呢 我在看這裡有時候會不會影響 不會啊 因為它只是走到那邊啊 你移到哪裡 我就走到哪裡啊 那這個時候呢 你當然可以背景的部分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背景 是不是可以自己去選擇一些 那它有一個比較特殊是 它有所謂的3D背景 這個3D背景 跟一般的背景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般的背景 就是你移動的時候 它就跟著移動 但是如果是3D背景的話 它會有速度上的差異 也就是說我的背景 比較大的背景 動得比較慢 比較小的這些物件 動得比較快 所以你就會覺得 就好像攝影機那個概念 靠我比較近的動得比較快 靠我比較遠的是動得比較慢 即使移動的距離一樣 你看起來那個速度感不一樣 所以它的3D背景就是 讓你看起來比較有一個層次感這樣子 層次感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用這邊的也可以 只是它這邊比較少 就是免費的部分的3D背景比較少 所以你把它套用一下 這時候它當然還是從網路上 把這個載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測試一下囉 好進來了 你就可以預覽一下 好一開始的 對不對 再來下一個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 這個是最單純的 你先把你的關鍵字先講好 好這樣也可以 那各位不要忘記了 這只是一個呈現方法 你有沒有照相機 有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具備好的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 把圖叫進來 照相機拍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改變呈現的位置了 所以它的好處也是在這邊 因為你怎麼改都可以 那如果是一般的PowerPoint 你要這樣改 做的那個人就會跟你講 不要再改了 會背負 對吧 好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邊呢 另外其實它也有支援 我們大家會跟各位介紹到的新制圖 五星制圖 我看一下 第一個最上面 在最上面對不對 喔有有有 對對對 其實這個新制圖它裡面也支援 也就是可以用新制圖方式去畫 不過說真的 我平常比較少會用這個功能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我思考的過程 我不見得要有這麼多花俏的東西 我思考的時候我寧可乾淨一點 這樣在使用上反而比較干擾比較少 這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我們FolkDive 我大概簡單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就進到下一個主題 S-Mine 好不好 OK